我先講一下就是前面有跟各位提到 其實這個List View就有點像是展開的Spinner 展開版的 所以它們兩個基本上很像 差別是Spinner是收折起來的 有沒有 然後呢List View是直接就展開 那List View的缺點是它很占用空間 所以通常 可能將來也許你是多頁的形態 跳另外一頁 可能比較適合 如果說你是一個頁面裡面要展現很多東西 可能要用Spinner會比較恰當 比較OK 那裡面的話有哪一些地方是一樣 你會發現Entries 這個有沒有感覺很熟悉 有沒有 也就是你全名音節你可不可以用選的 也可以啊 但是 你用Entries它的缺點是 它的V就不能顧慮到 也就是說它就沒有辦法讓你去變換裡面的字的大小跟顏色 然後其他的資料來源有的話OK 那我們怎麼變更那個字的顏色 特別需要幾個重點 第一個 我們的Layout 所以呢請各位注意一下Layout部分 那我這邊已經把那個我原來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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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原來的是 假如原來的是 只有一個那個什麼 ActiveMain的沒有這個 那這個怎麼來的 那這個怎麼來的 很簡單 delete掉 OK 不過你delete掉 剛剛delete OK 那剛剛就有同學馬上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這邊 這一行應該就出錯了 就是 這個地方有沒有 R R指的是這個 裡面的Layout 就沒有這個了 我們原來是打成什麼 打成Enjoy 用內建的 所以可以在那個前面的部分 加上一個什麼 Enjoy 在這個 在這個 等一下這個 這個指的是預設的 那如果說我要把外面那個預設拿進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那個目錄部分的話 在我們 Android Studio裡面的 SDK 應該還記得吧 Pattern Forms 那因為我現在是用4.03 編號是21 裡面的話Data Resource 然後往下找 Layout 那裡面的話 它是按照什麼 按照那個 英文字母排列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Layout裡面 它是什麼 Simple Simple List Item 1 所以你可以直接什麼 從這邊找那個 Simple 打一個S好了 Simple 我現在找 Item 1 這個 當然第二個 第三個 你也可以自己試試看 把這個怎麼樣 拖拉到 這個裡面放開 不過好像這個功能 在Eclipse 是OK的 不過Eclipse 不能拖拉 我們Ctrl C Ctrl Ctrl V 記得在這邊 貼上 它要問你說你要賄賂嗎 OK 好 這個時候賄賂之後 當然會產生一些 這個什麼什麼的錯誤啦 如果有錯誤的話 你把 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可以把它 Enjoy 這個如果有錯誤 乾脆把這一行 這樣把它刪掉 這個 那這一行 OK好 也就是我利用裡面的版型 那做什麼事呢 基本上 你就修改它裡面 這個屬性裡面的顏色 顏色的話呢 我們從那個TestColor裡面 這邊稍微改一下 那也許我要改成藍色的 那你就直接從這邊 去輸入那個 這個是Alpha值 Alpha的話就是透明度 那R的話0 G的話也是0 然後B的話是255 那給這個一個顏色 把這邊 輸入這個顏色 這樣的話呢 我才可以去變更 它的那個字的顏色 所以特別注意 主要重點在這個地方 入鏡 把那個 我的Planet Forms裡面的 這個東西 搬進來 去做修改 那剛剛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乾脆 可不可以自己改 自己增加一個 一個Layout 當然可以 只是說呢 你要提供給它的是一個標準 可能裡面呢 需要有一些 相關的設定 也許你可以參考一下 它裡面的版型 可能有一些地方是要特別注意的 也許你可以參考一下 它給我們那個版型 然後呢 做一些變動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改變 那個List Review的顏色 一定要從這邊修改 如果你從其他地方 是沒辦法修改的 OK 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有關那個 剛剛同學比較會有問題的 第二個是 待會兒的話呢 我們最後還有一個List Review 直接跳四 因為第三我覺得差不多 要怎麼樣可以做出 除了呢 可以有一個文字之外 還可以分中英文 然後前面呢 再放個圖 這樣的話就是一個版型 那特別注意 剛好同學問到那個Adapter 其實Adapter呢 就有兩種 一種是ArrayAdapter 一種是BaseAdapter 像這一題就非常複雜 等於是把前面的兩種Adapter 變成一題 那這裡的話 我想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先把那個 List Review變換字的顏色跟大小部分 先試試看 做完之後的話 等一下再來看那個 有關List Review 4 怎麼樣 在那個List Review裡面 除了放字之外 也可以放圖 OK